12月21日晚9点,周杰伦新歌《圣诞星》比官方发布的时间提前三小时上线 歌曲已经上线,便迅速登榜热搜,并空降音乐排行榜全体拿下第一 歌曲主题为《圣诞节日》,也是周杰伦献给歌迷们的一份节日礼物 但歌曲描绘的却是一个因在这个节日前失恋而被遗忘落单的人 在歌曲发布后,网友的反应褒贬不一,但差评理由几乎一致 有人说旋律平淡,没有早些年的优质,甚至有人质疑它早已经将浪踩进 其实在我看来歌曲依旧非常出色,是一首浪漫中又带点感伤的小琴雕作品 也并不是为了迎合市场的口水歌,不过要与同样是冬天主题的夜曲对比 前者前奏光一段简单的吉他就能俘获听众的耳朵 而后者可能会有些敷衍 在现在的快时代,流行音乐和短视频真的一样 前面的几秒钟如果不能有吸引力,那可能一下子就划走了 在这首歌中虽有很明显的前作痕迹 但实话说是真的失去了前期作品的旋律性 不知对于我的看法,你们有什么意见 其实到了周董的这个高度,他发的作品是否退化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在告诉人们,他还在做音乐,他还很活跃 并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作品,这就已经够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,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